大家好 我是中文明 第九十一课 多重银线01 这个命令 银线 好 这里 多重银线样式 单击 那么可以看到 自为当前的 是这个 那么下面的 是我自己新建的 那么多重银线 它就会有 多重银线样式管理器 好 怎么打开这个管理器呢 好 可以单击这里 好 就是这个了 那么也可以 先单击这里 然后呢 再单击这里 好 这样子呢 也能够打开这个管理器 或者呢 我们来到 注释悬项卡 好 来到 引线面板 可以单击这里 也可以打开 现在我们来创建一个引线 单击引线的命令 提示我们指定引线箭头的位置 好 那么可以单击 移动鼠标 好 接着呢 提示我们指定引线极限的位置 好 可以在一个合适的位置 单击 比如说 在这里单击 好 这个时候呢 有一个文字编辑器的选项卡 那么这个选项卡呢 我们讲过的 好 这个时候呢 这里呢 有这个光标的闪动 好 那么可以输入文字 比如说 我输入一个2 然后呢 一个简号 再输入一个左 好 中文的左 然后呢 第一行中间 好 输入好之后 可以单击这里 好 关掉这个选项卡 或者呢 鼠标可以在外面单击一下 就结束命令了 好 我选中 然后删除 那么 我以这个引线为理 来进行讲解 讲解相关的参数 那么需要注意的是 这个引线呢 我已经放大两倍了 这样子能方便大家理解 注意啊 引线引线 其实呢 其实呢 就是呢 从这里开始 一直到 到这里结束 它的 整个的部分呢 都被称为引线 都是引线的组成部分 好 好 我们打开多重引线样式管理器 好 这个 单击这个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 当前呢 选中的是这个 自为当前的这个 多重引线样式 那么刚才呢 我们正是在这个 自为当前的这个 引线样式的情况下 来进行创建引线的 好 我们单击修改 我们来认识这些 引线的参数 好 那么现在呢 是来到了 修改多重引线样式的 对话框 好 引线格式 单击 好 那么常规 好 类型呢 有直线 可以单击 下面呢 是 样条曲线 可以单击 那么这里呢 可以看到啊 它已经变成样条曲线了 好 这里呢 是预览 好 我们给它改造直线 好 颜色 颜色呢 也好理解 还有呢 线形 线形的话 也好理解 线宽 也好理解 好 那么这个箭头 符号呢 是 实心闭合 好 可以单击 那么可以改成其他的 就是呢 这个箭头的话 它是实心闭合 大小为4 这个箭头大小为4 引线打断 打断大小呢 为3.75 这个打断的话 我们在前面的课讲过 那么这个呢 也好理解 好 引线结构 好 单击 好 这里呢 是约束啊 好 约束 那么 最大引线点数 这个点数呢 为2 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呢 我们在创建引线的时候 需要指定两个点 哪两个点呢 一个呢 是箭头位置 另一个呢 是 极限位置 啊 这个红色的线 它就是极限啊 好 这里 极限设置 自动包含极限 然后呢 然后呢 设置极限距离 啊 距离呢 为8 也就是啊 这个红色的线啊 它是极限 然后呢 这个长度为8 啊 就是呢 距离为8 啊 好 然后呢 是关于比例 这里呢 指定比例 这个比例的话 其实呢 是跟前面 我们学过的 这个 呃 标注样式的 这个全局比例 它是一样的 那么我们可以设置 这个值 或者呢 大于 大于呢 就是放大 小于呢 就是缩小 比如说呢 是放大 比如说呢 我们设置为2 那么这些 呃 箭头大小啊 文字大小啊 等等的 它都会全部放大 两倍 啊 这个挺好用的 好 我们来到内容 好 多重引线类型 啊 多行文字 可以单击一下 那么有块 这个多行文字 啊 默认的呢 就是这个多行文字 啊 它指的是 这个多行文字 我们可以在这个 呃 可以在这个文字编理器呢 进行相关的修改 比如说呢 改制高等等的 呃 都挺自由的 或者呢 大家来改 比如说上标下标 呃 比如说关于公差 这样子的都可以啊 总之呢 很自由 文字选项 那么这个默认文字 还有呢 文字样式 文字角度 保持水平 文字颜色 好 最后呢 文字高度 高度为四 这个什么意思呢 就是呢 我们在创建 创建引线的时候 后面呢 让我们输入文字 我们只要一输入 那么这个高度呢 就为四 当然呢 我们在输入 我们在输入之后 还可以来更改 这个高度的 好 最后呢 这个 引线连接 那么默认的情况下 它是水平链接 水平链接呢 可以这么简单来理解 就指的是呢 是这个机械 它永远都是水平的 那么有两种方式 一种呢 是连接位置 左 好 那么这里呢 可以单击的 好 有这么多选项 默认 默认的选项呢 是第一行中间 好 这个第一行中间 连接位置 左 那么我们这个引线的话 它也是连接位置 左 什么意思呢 它指的是 这个引线 引线呢 在文字的 左边 好 谁说呢 这里呢 有个左字啊 然后这个第一行中间 是什么意思呢 它指的是 这个机械 连接到文字的方式 方式呢 就是第一行中间 好 这个机械 它是连接到了这个文字的中间的 而且呢 这个呢 是第一行 当然呢 我们可以输入多行啊 好 是中间 而不是呢 啊 这个呢 中间 而不是呢 底部 或者说 顶部啊 怎么 是这样子来理解的 好 然后呢 基线间隙 啊 间隙为二 也就是啊 呃 从这里 到这里 啊 这个文字 和基线之间的距离 为二 啊 可以看这个 文字到基线 距离为二 啊 这个也好理解 好 我们可以单击 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可以看到啊 都有哪些选项呢 呃 默认的是这个第一行中间 上面这个呢 第一行顶部 下面这个 第一行底部 为什么说第一行呢 哎 有第一行呢 肯定有第二行呢 也就是说这个文字呢 我们可以输几行都行 是吧 那么第一行中间的话 就指的是我们当 当我们输的文字 有很多行的时候 那么这个引线呢 它会连接到第一行的中间 啊 就是像这样子的 下面的话 有第一行加下滑线 还有呢 文字中间 以及呢 呃 最后一行中间 还有呢 最后一行底部 最后一行加下滑线 所有文字加下滑线 好 那么这个连接位置右 好 右的话 它指的是 引线 位于 引线 位于文字的右边 好 我们可以点击这里 那么这些选项呢 跟上面一样的 那么意思的话 也是同样的意思啊 好 我单击这里关闭 好 再关闭 我们来看下面的 好 我这里呢 做了一些举例 好 引线链接 刚才呢 我们讲到了这个水平链接 这里呢 可以继续的讲一下 这个连接位置左 它控制引线位于文字左侧 然后呢 机械连接到文字的方式 比如说这个 好 这个 这个 这个引线 那么这个引线的话 它是不是 在文字的左侧啊 谁说呢 这里有个左字嘛 好 那么连接位置右啊 控制 控制引线位于文字右侧 好 机械连接到文字的方式 好 这个也好理解 好 下面呢 这个连接位置左啊 都有这些选项啊 这些选项呢 刚才我们讲过了 那么需要注意的是 我们在输入文字的时候呢 可以仅仅输入一行 也可以输入多行 是很自由的 那么我这里 我把我新建的一个 多重引线样式 自为当前 好 默认自为当前的是这个啊 好 我单击这里 然后我找一个 比如说这个 左 最后一行 加下滑线 好 单击 好了 已经把这个 自为当前了 那么我单击 引线的命令 提示我们指定 引线箭头的位置 好 可以单击 那么提示我们指定 引线极限的位置 好 单击 那么我输入 左 4 好 减后 最后 最后 一行 加下滑线 好 再输入下一行 比如说我输入 987 654 3210 好 再输入一行 好 0123456789 好 然后呢 鼠标 在外面单击一下 或者呢 点击这里 关掉这个选项卡 好 那么我来解释一下 首先呢 连接方式 是这个 水平连接 然后呢 它是这样子的 点接位置 左 也就是呢 这个引线啊 引线 它在 它在这个文字的 左边 好 那么加了下滑线的 最后一行 加下滑线 所以说呢 在最后一行的话 就加了下滑线的 而且呢 加过了 加过了 一直能加到 这样子度下来啊 好 这个好理解 好 然后呢 我来复制一下 把这个呢 给它复制过去 方便大家理解 注意哦 我的那些 关于这个基线 基线长度 基线长度为8 没有改是吧 还有呢 文字间隙 也没有改 就是呢 文字到基线的距离为2 也没有改 是吧 从这里到这里呢 是这个文字到基线的距离 那么这里呢 它也是有线的哦 就是呢 加了下滑线是吧 是这样子的 然后呢 然后呢 基线长度为8 就是呢 从这里到这里为8 这个需要注意啊 那么我选中这些 好 给它删除 好 那么 那么关于这个引线的话 有这个和这个 以及这个和上面这个 还有的话 下面 下面这三个 那么这些呢 都是连接位置 左 然后这些选项的话 我做了一些举例的 大家可以 截图 自己来看一下 自己来 看看 理解一下 那么有一些呢 我没举例啊 或者呢 联系我要可见 然后呢 我要跟大家讲一个情况的 就是 呃 有一个选项 所有文字加下滑线 如果说你 输的是汉字 那么它会有 感觉呢 会有 两个下滑线 会出现这个情况啊 但是呢 如果说你输的是 字母数字 它就不会出现 这样子的情况啊 比如说像这个啊 就不会出现 这样子的情况 好 那么最后呢 我再给大家举例一个 呃 就是 连接位置 右 好 我来新建一个 这样子的连接位置 右的多重引线样式 好 我选中这个 呃 这个 最开始的情况下 这个默认的 是为当前的这个啊 选中这个 然后呢 单击新建 也就是呢 我想要 它的这个基础样式的话 啊 也为这个 好 样式名 我改一下 首先呢 改 右 右呢 就是 连接位置 右的意思 这样子能方便区分啊 一个 减号 然后我看一下 要哪一个呢 比如说 呃 第一行 第一行 加 下滑 线 好 然后呢 我单击 继续 嗯 好 来到内容这里 那么水平链接 好 这里 链接位置右 啊 它默认的是第一行中间 那么我改一下 我改成 呃 第一行 加下滑线 啊 这个 好了 改好了 那么其他的这些间隙啊 基线间隙啊 呃 这个基线间隙呢 呃 我给它不变啊 然后 好 引线结构 啊 约束这里 最大引线点数呢 我也不变 还有这个 基线长度啊 就是能基线距离呢 也不变 啊 这个全局比例呢 也不变啊 啊 这些呢都不变 好 我单击确定 啊 单击关闭 好 来这里看一下 我们可以看到啊 当我们新建好之后 啊 它就自动的 置为当前呢 啊 右 第一行 加下滑线 那么右呢 就是 引线在右边 好 我们来试一下 我们单击引线的命令 好 单击指定 引线箭头的位置 既然是在右 就是呢 引线在右 所以说呢 我们 十字光标呢 应该偏到 偏到左边去 这样子呢 文字呢 就在左边 所以说呢 引线的话 就在右边了嘛 好 这个逻辑关系 大家要注意一下啊 好 单击指定 基线的位置 我们来输文字啊 右 减号 第一行 加下滑线 好 那么我再输几行 输两行吧 比如说呢 我就输一个 9981 好 下一行 37 3721 好 然后呢 我在外面的单击一下 结束这个引线的命令 我可以给他移动一下啊 因为呢 有的地方呢 呃 被挡到了 看 这样子的话 他就是连接位置右 就是呢 你这个引线啊 他在他在这个文字的右边 好 好 这个好理解 而且呢 还加了下滑线 然后呢 需要注意的是这个 文字到基线的距离呢 也为2 基线长度呢 也为8 这样子的 好 我选中删除 好 我选中这个 然后呢 单击修改 好 来到内容 好 那么关于这个水平链接 好 连接位置右 连接位置左 以及呢 这些选项呢 大家呢 呃 都尽可能的来试一下 好 自己新建一些多种引线的这个样式 自己来试一下 好 要达到手练的程度 那么只要你理解了之后呢 啊 你也不用说每个都来试的啊 好 好 好 我关掉 好的 那这节课呢 我们讲那么多 啊 下一节课再见 谢谢 谢谢